直线 创造机会正手来解决问题 马龙的特长就是 安山 那场球樊振东有机会获胜的 对 有机会 在第六局打到第七局 这是一个发展规律 就是年轻运动员 好球 但是一旦退台当然是没办法了 他还能应对 但是绝对 这个马龙正手胡拳球的质量非常高 反败为胜 他的脑子停滞了 之后他的这个就是只是在应对 对 那么我们看到马龙呢 这两个落点 对脚线是相互牵制着对方的 好球 好球 和斜线是不同的 并不在于他使了多大劲 发了多大力 他打得非常合理 打法和心态 也就是中性球 他一定要去拨杀 一定要去发力 照这样打下去 第一局就是罪魁祸首 就是导致樊震东整个场上的一些局势 漂亮 水 这个小凡应该彻底的冷静下来 是吧 不要再 就是在两个强者的对抗当中 这种失误是不能出现的 好球 好的 对抗当中 这是要不得的 哎呀漂亮 能正手短的 还是高颇发 正短 这样十比九 马龙的一场赛事 而之前呢 马龙还会有人 记录 好球 我觉得让他呢 渐入佳境 逐渐的呢 找到了他自己的这个特点 打法和位置 好球 漂亮 现在 现在缓过来了 如果说一名老运动员的话 他这一局输了 他可能 在第二局的上半局缓一会 好球 红的一局 漂亮 比赛打的就是要流畅 穿直线 穿直线 把震动侧身 发力 后半局正手摆一个短 也是非常好的球 你看 这个球啊 他边 这样十一比六 比较 就是 看不清的是 他对马龙的这个战术 我觉得打得不是很清晰 除了这个 靠自己的 马龙了 后来呢 这个在天津 漂亮 在去年 获得了天津 东亚运动会的男子弹 比赛场上的整个这种表现 像郭良他们介绍 这个樊振动 就说这个 这孩子特别 国家队在球台旁边训练的时间是一样的 为什么有的人就成功了 有的人没有成功 我觉得 就好像在复习一样 你看这个球 我觉得可能都会经过这个阶段 你走在一个 马路上 这样11比7 威尼拍子裂了断了 裁判看了以后不能打 这个是规定 好的 再回反手这个球 它有保护 这个球护的比较好 侧身 再侧 卷直线 哎呀 现在这个球 樊振东应该说越打越清晰了 你看 好球 马龙已经对于这两板之后的 这个工作都准备好了 好球 哎呀机会 好球 漂亮 不好摆 哎呀 哎呀 好球 终于 终于 打的不是技术 打的是自信心和信念 必胜的信念 樊振东又把马龙拉到他这条道上来了 对刚才这个批肠非常好 我就让你拨 马龙说拨不拨得着还是回事 又是一个侧线 你看 你一开对吧 漂亮 漂亮 这个球的转 漂亮 甩出来侧身 正手队正手斜线 马龙再拉 漂亮 樊振东 拉住 双方坚持 拉席线 漂亮 这个球是整场比赛 漂亮 怎么扭转 漂亮 怎么能发长的心态 来看看这一分 拉住 侧身 不振手 哎呦 马龙赛点 老将了 这样还是老的大 马龙这场比赛经过了7局 最终是4比3 4比3 就会是 我